到底该怎么看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呢 其实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思想 任何一个学派都有他的可取之处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小故事 看看这个孔孟之道里面 到底他讲的什么道理 说的是孟子在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思想的时候 看见了梁慧王 他和梁慧王有一段对话 梁慧王就热情的款待孟子 他对孟子说 孟老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儿 来带来了您的伟大的思想 那这一次呢 您又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的国家的利益 孟老先生就说了 回答梁慧王说 君王惦记着国家的利益 这是非常好 但是仅仅是想着利益 而没有想着以仁厚的心 以仁爱的心 来关爱您的子民 来使您的国家 能到全面的平衡的发展 那么这个利益 单讲利益呢 就会有很大的祸害 这个祸害在哪里呢 如果君王想着 满脑子想的就是利益 那么底下的官僚 也想着自己的利益 那么各个诸侯 各个底下的城邦 大家都想着自己的利益 老百姓每一个人 也想着自己的利益 那这样的利益纷争这个国家呢 还好治理吗 这个国家还有幸福可言吗 所以孟子就说这个道理了 在于我们在讲利益的同时 实际上呢 更重要的一点呢 是怎么样把这个仁爱 把怎么样把这个利益的均衡 把这个利益的分配 怎么样更好的贯彻 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 我们来看看现今的世界 现今的社会 我们就会发现 国家之间 人与人之间 是不是也存在 这个孟子所讲的这个问题呢 所以说 在这一点上来看 我们现今的人 对孔孟之道 可能还是了解的不够的 对孔孔孟之道